哈喽大家好 我是无一场Alessia Gatti 你们好呀 我在家里做大扫除 然后我就想在客厅打造一个舒适的工作区域 我跟我妈的性格有点像 都喜欢把家里的东西这样搬来搬去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段时间呢都喜欢在客厅这里工作 因为这样可以陪我家的猫猫狗狗 Hakumi的位置我是把它安放在客厅这里 然后因为这里采光很好 卧室的采光也很好 我就想把书桌放在这里 然后电子琴放在这里 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块变成一个那种办公区域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目前的办公区域 我目前的办公区域是在这里 就是我给你们看到我的书桌 但是平时我要做视频啊这些 就包括电脑 我现在都已经拿到客厅去了 因为这样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就是客厅相当于是活动区 然后这边是休息区 然后我以为我会在这里就是做东西 但是我不会在这里 因为这里没有他们在 我会觉得有点孤单 所以我想把这里移到那边去 储藏室里有一个很大的玻璃桌子 我想把这个桌子放在储藏室里 因为这些家具都是房东的 我不可以把它丢掉 我想把这里给台湖面 就是用就是这样子 给它围一个围团 但是我怕台湖面有点臭 我怕它平时脚臭 因为我睡觉睡到一半 突然被它脚臭臭型怎么办 我想的就是这里放桌子 然后电子琴这样的话 我就是这边会有光过来 平时不管是直播还是做视频的话 就采光都会比较好 很喜欢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区域 不过这个房间就是不太大 所以不能我的书桌和Taku Me都在这里 所以只能二选一 还有这个猫爬架我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Taku Me如果搬到那边去了的话 我不能把猫爬架也放卧室 因为猫咪平时不可以一起睡 我感觉它要掉下去了 Taku Me小心掉下去 小心掉下去啊肥仔 你会掉下去的 你要掉下去了 哎呀呀呀呀呀 因为他们很喜欢在这里玩 所以这个我在想要不要 不然放到门背后去 放这边 因为这个门它是不会自动打开 但是这个门它会不停地自动打开 除非你把它锁上 所以 我觉得这里拿来做办公区 真的采光特别的好 平时我直播画水彩画 我都是趴在这里画 我的腰都要断掉了 而且我一画起画来 我就好几个小时都可以不用动 上一次收拾了储藏室之后 储藏室又乱得不成样子 因为太小了这里 我本来想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那种录音间 因为它这里很小 不过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拿到上面那个储藏室 这里还有一个 就想拿到这上面去 但是 好难哦 就想把这个桌子拿出来放到客厅去 放吧放吧 我觉得桌子大一点 好工作一点 那我们就坐吧 我把储藏室里的东西都搬出来了 天哪 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 然后我现在要把这个桌子搬出来 这个桌子真的够大的 夏天就在这上面睡觉 好凉快 这里面的声音真的很好 这个空间里 就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回音 还真不错 这个空间的声音 不过 隔音很差 因为这旁边就是别人家 这边抢是别人家 别人家 然后这边是我们家 不像那个客厅 那个客厅是独立出来的 就客厅在这个房间嘛 然后卧室在这个房间 然后客厅旁边是我们的厨房 然后这边是卧室 意大利的户型真的是无力吐槽 我觉得我真是力大无穷 如果我是葫芦娃 我一定是里面的大娃 大娃应该就是力大无穷那个吧 因为我把它硬生生的把它转过来了 以后估计都没办法在我男朋友面前说 我自己拧不开水瓶盖了 来自猫咪难以置信的眼神 哇我真的累死了 这放在这里还挺合适的 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上来 我把这个放在这上面 这两个烂桌子 我真的不知道留着干嘛 但因为是房东的不可以丢 我刚手臂闪了一下 真的是不再年轻了好痛啊 我真的是累毙了 花了十分钟就把储藏室搞定了 然后我这一块已经给它密收出来了 但是需要做一下清理 顺便说一下我今天还断舍离了阳台 就是花目前只剩下这一盆薄荷 然后其他的都被他们玩烂了 我就干脆把土倒掉 然后盒子想想看是种其他的还是处理掉 反正羊奶我觉得这样子还挺舒服的 我早上冲洗了一下 然后现在光早在外面跑都没关系 就很舒服 就可以坐在这里弹琴 空间也会大一点 不像之前坐都坐不下 然后只剩下一盆多肉植物和芦桂还有那边香料 就这样 然后这边是晾衣服 外面也可以晾衣服 我现在要做一个大工程 就把这个桌子放这里 然后电子琴这些放出来 把这边准备好 然后把takumi的地方放在那边去 然后猫咪的位置还是在这里 然后我把takumi放在了那里 就是门口 让他先在那里站一会儿 takumi 先在那里站一会儿 我等一下马上把它安顿好 takumi的我大概是这个样子 不能给它空间太大 因为空间一大 它就会不尿在这里 就尿在其他地方 现在这个法则被我搞乱七八糟的 我等一下站回来收拾 因为我想去旁边的 家旁边的建材店买一个那种 上面贴纸的 有一个那种大理石样子的贴纸 现在已经一点钟了 下午三点钟要开直播 所以我得赶快了 因为时间很紧迫 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快一点 就是这个贴纸 我们先来把它贴上去 很好看这个 哇这样真的挺好看的 虽然说还是有点气泡 不过还可以 它质量很好 不像那种 就是普通百货店的那种 一拉就破 它这个很有韧性 因为takumi在这里住过 所以一定要喷上熟味道的喷雾 不然可能会闻到 takumi的脚臭味 哇 我现在弄好了 这样就很舒服了 非常的满意 很简单 而且又很方便 那边被我弄的好乱 还没收拾 而且这样采光也很好 而且也不难看 这个样子 放在客厅 还行 我把我的电子琴也放在那里了 这样这边可以弹琴 这边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一个小小的工作区 就这样 很舒服 至少可以坐着画画了 不像之前得勾在这里 这样子弯起来 这样子腰断掉画画 我觉得这里真的看起来很舒服 这是一个工作的一个空间 客厅里面 这两块布 这些蓝色 考虑到这些都是基本上都比较浅的颜色 然后墙上的画跟那个枕头啊这些都是稍微重一点的颜色 可以进行一个对比 挺好看的 不错 我目前很满意 不知道过两天 会不会又再改来改去 那好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